蔡英文总统11号上午与高雄市长陈菊 总统府带领秘书长刘建新共同召开记者会 正式宣布将由陈菊接任总统府秘书长 总统在致辞时表示 陈菊一直是他最有力的支柱 他们有长久的情谊 也是合作无间的伙伴 在这执政将近两年的关键时刻 他希望加强与各界的沟通协调 让之后的改革建设以及转型更加顺利 所以需要一位有政治分量 社会敬重的总统府秘书长协助 尤其是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 政府跟社会各界的充分的沟通跟对话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非常期待 那菊姐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菊姐与她累积数十年的政治的分量 还有台湾社会对她无可取代的信任感 这些我们看到菊姐身上的特质跟资产 她都是担任这个工作最好的人选 陈菊则表示 台湾面临重大改革的关键 而这些改革对于提升台湾整体社会公平与和解非常重要 她希望能够协助社会理解 并进而认同蔡总统的这些努力 所以暂时放下归隐天元的梦想 那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今天能够协助她 让社会对总统 对于台湾社会很多的一个美好的努力 能够让社会充分的理解 然后进而接受认同 那我觉得如果我能够扮演 这样的一个更多支持的角色 那我觉得个人的部分 很多时候没有办法 完全按照我主观的愿望 陈菊一直被视为接任总统府秘书长最合适的人选 但始终只闻楼梯响 如今蔡总统在要求执政团队倾巢而出 说明政绩的此刻 终于判得陈菊北上单起沟通大任 只希望能让日后的改革之路走得更顺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 欧阳孟平在台北采访报导